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日坐标 乌节路 12月圣诞月份 除了人潮以外 就是随处可见的圣诞装饰 浓浓的快乐气氛 看了都让人非常开心 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 2021年快乐 幸福 健康 年末的雨季 不仅让天气变得凉爽 也让人心情愉悦 我今天就更是兴奋 因为网购的新电话来了 所以走吧 大家就跟我一起去排队 马电话 现在我们有online course 所以我是教画画的 还有basics 叫你朋友用iPhone 叫你朋友用iPad 但是现在我们只有那个画画的 画画的是指什么 iPad Apple Pencil 我画画在Nose App 做一个 gratitude thank you 喊 所以现在我们有免费课程摆着online 除了叫画画我们也叫photography 所以你可以学习 House take 好像Festive Christmas那种photography session 在那里面的节目 哦 ok 所以是通过online进 对 可是要下载WebEx 我们是用WebEx ok ok 好 我的新电话到了 今天下午才拿回来的 所以我要做一个很新鲜 烧烘烘的小小开箱 可以从iPhone 7 Plus 7 Plus 升级成为iPhone 12 Po Max 心里有点小小的激动 因为好多年没有换电话了 所以呢现在我会做一个很简短的开箱 先看一下它的盒子 有变薄耶 因为之前的盒子里面有送耳机啊 充电器啊 所以很厚 今天这盒子拿在手上就感觉 嗯 怎么轻轻的 但其实盒子也是 够强的CP 很漂亮一下 ok 所以现在我要 慢慢的打开它 真的是太久没有换电话 所以难免心里有点小小的激动 终于可以用新电话了 从7到12 我这是等了五年吗 苦苦等了五年 金色的 对 考虑再三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拿这个金色的 因为它的这个边框真的是太漂亮 很亮 来我们要对比一下 我的7家 感觉像一头老牛了 因为真的很慢 对 其实我的7是玫瑰金的 所以其实从外观的尺寸来看的话 大小是没有差太多 但是从背后的话 真的颜值好像UP了不少 就单独看那个摄像头真的就蛮漂亮的 三颗眼睛 期待以后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这件事情应该要学会 要去习惯没有BUTTON 所以现在我要把这样子打开 然后它的周边 它的边框是很亮的 其实金色蛮漂亮的 不是很金 然后有一点蒙面的那种感觉 磨砂的金 所以很漂亮 所以考在蓝色和金色之间 想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拿金色 OK接下来新电话还是要有一个很完整的开机仪式 OK永远不变的一个LOGO 被咬一头的苹果 首先 就来试拍几张美食照片 有没有让你瞬间肚子饿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超强的PORTREIT视觉效果 有看到路边的蚂蚁了吗 没关系 那我们把镜头拉近一些些 跟我一起 一边喝咖啡 一边慢慢欣赏一下蚂蚁吧 谢谢大家 生活除了美食 还有五彩缤纷的乐趣和小美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小莉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影片 也记得订阅和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